美国总统拜登竞选总部外传将在纽约举办第一场竞选连任筹款会 而地址特别选在富裕的民主党支持者之一 前黑石集团高管詹姆斯的纽约公寓内进行 入场门票占定为每张2.5万美元 而在此之前这里也曾举办过支持前总统欧巴马的募款会 之后拜登将会前往曼哈顿上东区 跨国集团Libra Group执行主席洛格提斯的家中 参加第二场筹款晚宴 一些选战分析师认为首场募款晚会背后的意义重大 因为回顾上一次的拜登对决川普 华尔街高管一共捐赠出超过74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 来支持拜登胜选 可以说是发挥出关键作用 而当时的大金主不论媒体大亨 萨班、科技高管霍夫曼、华尔街巨头萨斯曼等人 最近也都陆续公开宣布将会继续支持拜登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